去除完之后呢 再画压图 哎呀 干掉完之后 咱对数据轻松了一点 去掉一些离群点 然后呢 咱来看一下吧 下面我干什么 做样本的一个正态分布的变换 这一步啊 是很关键的 到时候呢 大家也可以自己来试一下 就是哎呀 咱们现在执行的这个操作完之后啊 我要做这个变换 和不做这个变换 它会对我结果 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差异啊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呢 来看吧 在这里 首先 第一步干什么 第一步 我们在说之前啊 先给大家注释一下 这个东西啊 这个并不是我写的 选字啊 咱们这个张大神 他这个博文啊 这个博文啊 我觉得蛮好的 大家可以直接摆读一下 这个人啊 他写了很多 关于统计分析的东西 我觉得这还都是不错的 然后呢 咱来看吧 咱说一下这个正态分布的一个变换啊 咱要做一件什么事 首先第一点 比如说 现在呢 我有一个样本量 为N的一个样本 一共啊 咱现在有N个样本啊 就是Y1 Y2 Y3 一直到VN 那个样本来了 然后我说变换什么意思啊 说变换的意思啊 就是说 原来它可能不是满足于我们的一个正态分布 现在呢 我想通过一种变换的方法 让它能够满足于我们的一个正态分布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啊 再来看吧 那其实啊 你要是想做这样一件事 是不是你得选择出来一个函数啊 把这个函数当成 就是当成是我们的变换函数 然后去做这个事情啊 就是这个过程 但是呢 在变换的过程当中啊 咱得想 哎呀 现在我这个函数啊 该怎么选啊 但在咱们选之前 起码是不是有一些原则性的东西啊 原则是什么 它是不是说 原来的一个顺序啊 原来数据有大小之分啊 你现在这个函数加进去之后 起码单调性不能发生变化吧 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啊 把这掉掉来啊 原来是房子越大价格越高 你现在房子越小价格越高 合适吗 不合适吧 所以说啊 咱现在这里 对于这个函数的选择啊 有一个最低标准要求 就是说 它必须保持在原来的样本当中啊 数据 它的一个变化的一个单调性 它是不变的 就是这个意思 原来Y1大于Y2大于Y3 变化完之后啊 FY1大于FY2大于FY3 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它的一个基本性质 就是它的一个单调性 然后呢 在它做这个单调性的同时啊 要干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不是说 它要改善整体分布的一个正态性啊 所以说要去做这样一件事 那如果说整体的分布 它不是一个正态的 那这个时候啊 我们是不是得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变 才能够给它变成是一个正态 这个东西啊 那咱先说吧 啥叫正态分布啊 正态分布最基本的一种想法 这里呢 我可以来画 也不用画了 正态分布啊 一个最基本想法 是不是说 它呈现出来这样一个特性啊 第一点特性 左右是差不多对称的吧 第二点呢 中间高 两边低 所以说 这是一个正态分布吧 最简单 咱可以在这画一下 这是一个正态分布吧 然后呢 在咱们实际当中啊 收集到正态 收集到的数据啊 一般情况下 就是说什么 中间高 两边低 这点啊 往往它不是不一定能满足的 因为绝大多数据啊 比如说一个连续性的变量 在非常小和非常大的可能性啊 这两个出现可能都比较小 但是呢 咱们刚才是不是说有这样一个特性啊 比如说右边出现一个尾巴 通常选上下都是右边出现一个尾巴 左边出现尾巴 这个东西还比较少 基本件数据都是右边出现尾巴 然后呢 这东西啊 不管叫什么 咱刚才之前是不是计算的东西啊 叫做一个倾斜 是吧 比如说 咱刚才这个数据来了 我看一下咱这个数据 有一个尾巴吧 有一个倾斜 咱就观察一下这个东西吧 它既然有个尾巴 有了这样一个倾斜 然后呢 我想让它把尾巴收起来 这个时候要做上一个变换 怎么做这个变换啊 大家可能听过一种变换 叫做一个对数据进行一个对数变换 那对数变换是啥意思啊 咱先来看一下吧 右边既然有尾巴 我希望变换完之后 尾巴能没 那我需要干什么啊 好像来说这样一件事 右边这个东西啊 它变化幅度 你看从这个 个十百千万 十万 四十万到八十万 这块 哇 这个值很大 是吧 那我需要干什么 我需要把值给它往里收 是不是 你看现在这个区间 四十万到八十万 这个区间设计太大了 我希望给它 让它往里收啊 怎么样 让它往里收啊 咱们同样 对所有数据进行变换 但是呢 对于这些 在尾巴上的数据 我希望它往里收 就是希望 它变换的小一些 比如说 我现在 让这个数据 哎呀 咱们不要保持这个单调吗 都同样的去增大 可以吧 都只定成一个单调函数 让它们同样的 同比例去放缩 那你想 一个同比例的放缩 可以吗 同比例的放缩 原来这个尾巴这么大 同比例放缩 还那么大 原来这个数据 分不这个样子 接下来 还这个样子 所以说啊 同比例放缩 是不行的 那这个事该怎么办啊 咱们现在可以这样 左边啊 既然数据 它是什么 它是比较好的 右边数据既然尾巴比较大 我在放缩变换的同时 我希望左边增大的稍微大一些 右边呢 增大的稍微小一些 这样啊 右边你想 它增大的小了 左边增大了大了 它们再组合在一起 右边的尾巴 是不是相当于 咱们把它直 往里压缩了 就是这个事 所以说啊 咱现在得选择出来 这样一个函数 能让我进行映射的时候 左边映射的偏大一些 右边映射偏小一些 右边一旦映射小了 它的尾巴 就是往里能缩进来了嘛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啊 来看一下 怎么去做吧 在这里啊 咱们一般情况下 都是用什么 都是用一个对数函数 比如说你看 左边的 它就是一个对数吧 在这个对数当中啊 咱看一下结果吧 对数里啊 咱来看 对于左边 咱来看什么 看它的一个 就是 就是什么 变换的一个程度吧 或者说它的一个斜率吧 对于左边来说 你看 就是直比较小的情况下 直比较小的情况下 这是对于咱们这个尾巴 在右边的时候 直比较小的情况下 怎么样 你看它的斜率怎么样 斜率偏大一些吧 所以说变化幅度大呀 它可以映射的一个 就是映射的幅度更大的 让左边变化更多 但是呢 对于更大的值来说 你看 越来越平滑了吧 那什么意思啊 对于越大一值来说 它映射完啊 它变化的幅度越小 这样呢 就能达到什么效果 这样就能达到 让它把尾巴往里收 因为映射完之后小了 区间就近了 所以会尾巴就收进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事 执行完这个事之后啊 咱们这个数据就完全变了 所以说呢 对于咱们经常遇到数据啊 咱们干什么啊 给它指定一个对数函数 让它呀 把右边那个尾巴收进来 这个就是咱们要做一事 所以说啊 你说 咱现在拿到了一个数据 它不是在分布的 怎么办呢 往最简单的说啊 你直接做一个对数变换 这就完事了 然后呢 来画一下图吧 这里你看 我执行这个操作啊 首先我看的是什么啊 这还没执行操作 这个就是咱们原始的一个图啊 原始的图 一个分布图就是 正常去算啊 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什么 算了一下 它的一个 均值和变准差 然后在这个分布当中啊 我把这个均值 变准差都传进去 这就完事了 然后把这个分布图啊 给它画出来 画出来之后呢 咱就得到了一个 这个结果吧 你看 均值变准差 分别有指标吧 看出来有右边尾巴的 然后这里啊 还有叫QQ图 这个Q图啊 它是这个意思 就是看咱们的一个这个Q图上的分布啊 大家就是感兴趣 可以看一下统计分析当中啊 这个Q图什么意思 在这里啊 就直接给大家说这样一个结果了 Q图啊 我可以直接通过 你看这个东西 我是之前 有这样一个包啊 给导件了 我把这个东西 给它复制一下 咱找一下 我是在哪导的 我看一下 哦 应该啊 在这导的 是吧 在这个C派当中啊 有这个模块 所以说 我直接用C派当中这个模块 帮我进行一个统计了 咱们用它给干什么啊 它可以帮我们画这个Q图啊 Q图就是我们观察一个什么啊 如果说 它是符合正在分布的 在它这个图当中啊 会呈现出来什么 会呈现出来这样一条纸线 是吧 因为偏离这样一条纸线 它是怎么样 它就越不符合于 一个正在分布 所以说呢 在Q图当中 我希望我的分布啊 它是一条纸线 越纸线 才是越好的 就是这样一个事 然后呢 咱来看吧 对于当前这个结果 对于当前啊 咱这个结果来说 咱们来看这个东西 然后我对它进行变换 你看 在这里变成什么啊 进行了一个对数变换吧 只是执行了这样一个操作啊 下面所有东西啊 都是复出过来的 什么都没有变 就对当前这个数据啊 进行了一个对数变换 变换完之后啊 咱就得到了一个新的结果 然后咱再来看一下吧 秀秀当中 咱先看图吧 看这个图你感觉怎么样 是不是右边的尾巴收进来了 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的 它确实能收进来吧 进行了一个变换 只不过说不是同等幅度的 左边变换的大一些 右边变换的小一些 这样就把右边尾巴收进来了吧 就是这个事儿 收进来之后呢 咱再来看吧 当前它的一个参数 咱也不看了 参数咱也不关心 就看它一个整理结果吧 是差不多满足了咱基本的一个需要吧 这就是咱们通过了一个对数变换 达到了这样的一个什么 达到了这样一个标准吧 再看Q的图 原来这条直线先说满足了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们就是通过一个对数 对当前结果进行了一个变换 变换完之后呢 咱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数据 新的数据啊 它是符合于这样一个生态分布的 满足于咱们的一个要求的 就是这样一个事儿啊 然后咱们在讲那个机器算法的时候啊 是不是也说过啊 咱们回归啊 是怎么去做的 假设服从生态分布 按照这个假设去推导的吧 所以说啊 既然讲道理来说 你是按照这个假设去做的 是不是实际啊 你得差不多点 别偏太多吧 就是这个意思啊 然后呢 大鸡大地 鸡碗吃鸡了 是吧 咱们这东西啊 做好了啊 这就是咱完成了当前的一个结果